AICP 1609 The Remains of Chair 椅子的残骸、项目等级Eucaly 特殊收容措施 AICP 1609由于难以从其远处为止运走 而被收容在存储站点08 AICP 1609被放置在站点内的一个特殊设计为地的花圃内 花圃上将种植一系列令人愉悦的鲜花和植物 AICP 1609作为花圃的覆盖物 花圃将被普通的照料 且任何参观为地的参观者必须赞扬花圃的美丽 特别要强调对其覆盖物的赞扬 AICP 1609应定期从其花圃上移走 以进行木头、金属和植物的防腐处理 人员在为此移动AICP 1609前 应向其告知他们的意图 被指派给AICP 1609人员阴川便服 以防止意外触发AICP 1609的暴力反应 AICP 1609的这种区域周围半径200公尺之内 不得带入有马达的物品 任何现在、过去和GOC相关的人员 或持有相关物品的人员 皆不允许进入村处站点08 在AICP 1609暴力反应的事件中 所有人员应撤离附近须域 并用内部广播通知站点内的工作人员 若发现AICP 1609出现在其受用区域外 并有暴力行为 工作人员应摆出顺从、无威胁的姿势 正式服装、注入夹克、实验室外套、防护服、连身衣 特别是身体护甲应尽量移除 以防止此类事件的发生 且任何有能力伤害AICP 1609的武器 应马上被丢弃 工作人员应要求AICP 1609回到其受用区域内 但不得试图威胁或指挥它 若AICP 1609离开了村属站点08 特工应立即出发搜寻周围的区域 以寻找AICP 1609并尽可能回收它 当前没有完全阻止AICP 1609突破受用的办法 当前的受用措施着重于鼓励AICP 1609停留在其受用区域内 描述 AICP 1609当前是一堆碎片 由木碎片 家具用钉子 褪色发白的皮革和植物碎片构成 种重量在 公斤 AICP 1609的木质部分由橡木制成 钉子用铁制成 AICP 1609有能力将其全部质量在两点之间进行瞬间移动 其极限为之 AICP 1609一般用此能力将被分离的部分重新结合 不过AICP 1609仍有能力一次将其全部质量传送走 其中一次其传送距离达 公理 AICP 1609有能力将自己分开 尽管就很罕见 从AICP 1609上依旧的部分 仍旧表现出AICP 1609所拥有的特性 AICP 1609拒绝任何将其移出存储站点08范围的尝试 并自行瞬间移动回站点内 尽管如此 项目曾短暂地传送出存储站点08 但这在其处于基金会监控下后只发生过 4 AICP 1609某种程度上是有感知的 研究指出项目可以通过一种当前不太理解的方式 感知周围的环境 并能以一定的治理模式对刺激做出反应 对AICP 1609的行为的意义所知甚少 尽管已确定它能以自我意识进行反应 并对任何对其存在而威胁的刺激做出侵略性的反应 此外AICP 1609似乎喜欢被人类所使用 并在其被闲置时寻找自己可以被使用的场合 因此基金会将AICP 1609用作覆盖物 以防止AICP 1609变得闲置 并试图离开村属占点08 同时可以发现AICP 1609有能力理解人类语言 尽管这还无法确定 因为项目在测量其对该类刺激的反应时并不配合 当扑入一系列特殊刺激下 AICP 1609将会有暴力反应 典型在AICP 1609的暴力反应中 项目将会将其一的一部分传送到附近人员的肺部中 导致对肺内部产生快速且严重的撕裂伤 并阻塞气管 导致受害者迅速死亡 使AICP 1609产生暴力反应的刺激包括 人人穿着制服 或与制服类似的衣服 人人与GOC有联系 任何对AICP 1609显示敌意的行为 马达发动的声音 来自AICP 1609的暴力反应很罕见 修容至今只发生了 4.AICP 1609在进行暴力行为之后 将恢复到其被动状态 只要其没有继续察觉到威胁 AICP 1609在 以其当前状态传送进存储站点08的一个未被使用的收容格监理 之后便被基金会监管 详细调查后发现 AICP 1609原本是一把大型的 用涂上涂料的项目和漂白的体格制作的椅子 要刻成一个向后倾倒的休息状态的女性 AICP 1609在该状态下 平凡显示出其异常特性 尽管有某种局限性 项目只会瞬间移动到某一范围内的人附近 且只会在此人需要坐下或休息时 缺少舒适的座位或椅子时才会进行顺移 这时AICP 1609将瞬间传送到他们附近 让其坐下直到另一个人表现出类似需要 在基因会和GOC的特工都注意到了AICP 1609的存在 并给予项目临时编号11622 由于AICP 1609难以收容的书信 以及可能违反有关掩盖超自然物体存在的保密协定 GOC部队发动了一次小规模行动 以收容AICP 1609 当前未知GOC作业员是如何捕获AICP 1609 不过已知他们成功地使用碎目机 使项目变成当前状态 进一步试图摧毁AICP 1609 由于其特性且有能力瞬移脱离危险员而失败 在该事件之后 多名GOC成员以怪异的状态死去 通过正式管道和潜伏在GOC内的基金会特工了解到 AICP 1609有可能至少导致了三名GOC成员的死 虽然因对此物体处理不当导致了实际伤亡人数未知 AICP 1609随后进入了基金会监控下 当前未知AICP 1609是如何注意到基金会的存在 理论认为项目是为了更低的后续伤害风险而进入基金会的监控下 文件1609之一 AICP 1609是一个完美的例子 用来证明GOC的行动程序本身的缺陷 并对任何之一基金会 使用危险物品方针的基金会成员 都是一个警告和寸减 在GOC动手之前 虽然是完全无害的 一个在你需要的时候传送来的椅子 和我们平常处理的东西比起来再普通不过了 当他们把他放进一个碎木机 他受伤害怕且愤怒 所以他向他们反击 通过摧毁他来保护世界 他们当状况变得更糟 AICP 1609因为GOC在几分钟里从无害变得致命 而我们得负责善火 幸好处理AICP 1609对我们来说很简单 只要我们不在他附近做傻事 他不会反击也不会适着离开 即使他离开他通常也是会回来 我想我知道为什么 他来找我们是因为他害怕那些伤害他的人 这就是为什么他总是回来 他现在害怕世界上其他地方 所以他来找我们获得保护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特殊受容措施 而不是特殊摧毁措施 如果你破坏了某些东西 他就永远被破坏了 当你试着摧毁一个以偿 你永远都无法修复你的错误 这就是AICP 1609告诉我们的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是对的 GOC是错的 各位 Silver博士 以上就是AICP 1609 简单来说AICP 1609原本是一张椅子 会瞬间移动到附近需要坐下的人身旁 但在被GOC破坏后他变成了碎片 但仍然保有传送的能力 会在觉得受到威胁时传送到对方的肺部 原本安全的物体却在被摧毁之后变得危险 那文档中提到的GOC是什么呢 GOC是一个相关组织 全球超自然联盟 GOC创立在二战后 由参与的叛变神秘学者 林梅 祭司 以及来自纳粹 苏联和同盟国的科学家组成 他们被聚集在一起 并由同盟国组织成型 随着世界舞台的扩大 更多国家参与GOC 直到他具有现代的规模 GOC是一支庞大的政治力量 他们将自己视为超自然世界的原金 他们对于摧毁超自然个体感到非常自豪 很多潜在的SCP在被基金会获得和收容之前 就被他们摧毁了 GOC有五个任务 第一任务是生存 GOC以对抗所有威胁的超自然 超科学的超四族生物 保证人类生存作为第一要物 第二任务是隐蔽 这些超威胁的知识 会导致人类群体的大规模恐慌和伤亡 GOC需要对公众隐瞒这些威胁的存在 第三任务是保护 在执行第一任务的同时 确保个别人类个体尽可能的得到保护 并将损害控制在最小 第四任务是毁灭 超威胁的存在是对人类生存的诅咒 不应冒风险收容和储存这类威胁 只要有可能这些威胁因全部摧毁 第五任务是教育 GOC需要尽一切努力 搜集有关超自然威胁的基础知识 但是不能妨碍到第四任务 GOC和基金会曾多次一同执行非官方的联合行动 并有许多非正式连结以及协议 他们亦敌亦游就有形式而定 GOC对基金会使用和收容SCP 而非将其彻底摧毁的做法 直蔑视太多 GOC尊重基金会的强大 所以不对他进行干涉 尽管有数其可疑的事故可能与GOC有关 但他们对此完全否认 我个人蛮喜欢这个SCP的 说明了为什么要收容而不是迫害SCP 嗯...不过680是个例外 这支影片就到这边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 只有帮我一个喜欢 不喜欢的话就按不喜欢吧 希望做成的SCP或主题 可以在留言告诉我 就这样拜拜 拜拜